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孙云喜 今天点题就是临门一脚,先讲讲港股的情况 今天港股的走势初段反复,高开之后曾回远跌过 不过期后慢慢跌幅收窄,下午更加重拾升幅以至越升越多 最后全日升295点,收24575点,成交不太多,861亿 今天做好多得重绑股的大动,包括腾讯升1%有多 好,有帮也不错,进涨1.2%,成为今天的市场上升的主要动力 整个市形势,今天的市场升295点 去到什么水平呢?可以回到点题的几个字 临门一脚,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友已经推进到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阻力位是50天线 非常近,就是24600点左右 前浪顶阻力也是24600点左右 以至绿色箭嘴纸柱的下跌烈口的底部也是24600点左右 换言之去到重要关口 好友已经大波大到禁区了 能不能够突破呢? 现在就看能不能够突破24600点这个关口 上几次都不止一次试过这个关口 看到这个图了 一次,两次,两次试过 临门一脚都不能够攻破24600点大关 然后又掉头回回来 今次又临门一脚了,会不会穿呢? 分析一下形势,首先从消息面来说 就OK的 起码气氛 现在就OK的 气氛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疫情的情况 一方面就是美国 虽然数字仍然是上升 今天新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0万 新确诊也1万多 死亡也5万多 整个形势 如果从我们香港人的标准来说 我都觉得仍然未受控 不过美国已经急不及待 很多州已经说要重启经济 令市场人数 就是说 浸淫在重启经济的乐观气氛之中 对美国方面的形势 所以昨晚 看到道指 也有明显的升幅 升358点 因为重启经济的憧憬 让大家对股市看好 这个就是气氛方面 美国方面 香港方面都OK 因为香港疫情实际是向好 已经连续三天零确诊 新增来说零 换言之 疫情已经受控 不单止是政府 连专家都觉得是受控 已经陆陆续续 说可以放宽措施 至限制措施 以致 提出可以复货 复工 读而此类 整个疫情的气氛来说是向好 这个是有利 好友就准复进攻的 与此同时 看回国企指数 也是 看到国企指数 比恒生指数 这段时间 是领先的 明显了 看到这条 就是50天线 今天已经穿了上去 穿了50天线 站在上面 而且 这个绿色箭咀指着的 3月12日的下跌裂口 已经煲减了一部分 因为 底部已经补回了 现在差点 顶部能不能够补回呢 顶部大概是10,000点左右 至于恒生指数 2,30点 就可以补回了 这下跌裂口的顶部 就补回了 换言之 国企指数 也是偏好的 这个角度 就好像又有利恒生指数 再进一步 因为国企指数上升 恒生指数会因而受大动 这个气氛来说 国企的走势是有利恒指的 至于恒生指数 最后能不能够 冲上去呢 从以下的因素去判断一下 首先可能要考虑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 就是汇丰的业绩 出来之后 市场 究竟进一步消化是怎样的呢 初步 市场对汇丰的业绩 反应没什么 负面 即使汇丰的业绩 是一般的收到业绩 是列帐基准的税前盈利 是倒退四成八的 比市场预期都是差的 与大摩的说法是差三成的 身为受到减值增加 息差收窄的压力 一直存在着 就令到汇丰的业绩 是顺预期的 但是即使如此 汇丰的股价 在业绩之后 并没有下挫 反而是OK的 是企稳的 全日 都有1.14%进涨 基本上跟大市差不多 即使 大摩在业绩之后 宣布 说会 将评级 继续减持 目标价都是低的 只有四十多元 大摩预期 其他大行 可能因着这个业绩 就会继续调低汇丰的盈利预测 但也不影响着今日的价 当然今天价不影响着 明天价会不会受影响 大家要留意着 因为大摩的说法就是 大航会继续调低汇丰的盈利预测 如果大摩说得重 可能对汇丰 就会有压力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汇丰又重此 重新向下 考验支持 拖累市 令到 好友林的脚不能攻入 这是第一个考虑因素 第二个考虑因素 就是 未来这两三天 外围很多重磅的经济数据出笼 究竟好友林敢不敢 香港就惨了明天 星期四、五就放假 敢不敢 在这个情况之下 继续进攻推高 射到最后一脚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因为未来 29号 先有 美国出的第一季的GDP数据 现在预期 是跌3.8% 这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 布兰特旗游 就会在结算 4月30号 上次纽约旗游结算 就搞一波劲 跌到暖煞龙 搞到全世界股市 都会一个震荡 今次 又到布兰特 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好友 敢不敢在 布兰特旗游结算之前 再推上去呢 这个就是另一个考虑 加上 联储局 意识 星期四 我们就会知道 但星期四我们没事 所以会然知道 联储局结果如何 我也不能够反映到 这样的重大不明朗因素 会怎样呢 这是第二个考虑 第三个考虑 就是今天市虽然就上升 看到了 上升295点 但是 不乏可能 人为因素的影响 一来 今天是期指结算 期指结算 有没有关系呢 这是第一个 令到市星和其指结算有关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技术的因素就是 今天成交 刚才提过了 是861亿 明显 不多的 其实这两天 市升上升 成交 明显缩减 加上 北水 这段时间 就不理了 因为是假期因素 不理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恒生指数 上升动力是怎样呢 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三个重大因素 可能就令到 有3C的情况 未必这样 诚勿再推上来 所以暂时 都是观望着先 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提及的 这个上升 这个下跌跌口 顶部 能不能够攻克 如果准确一点 这个大概是24,650点左右 就是100点左右 看着这100点的增持情况 如果突破了 站上去 就先是 就显示 淡逆 好友 就有 决心 临门一脚都射过去 否则可能 就继续 要反复整固了 直至假期之后 再重新砌 好了 讲到这里 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